这个倔强的老头叫迎师席 史称秦宪宪宫 是秦始皇嬴政的爷爷的爷爷的爷爷 他生性强悍 跟卫国连打了23年 却在少梁大战中 被天下第一毒箭狼毒箭射穿 眼下秦国危难 自己也快要完蛋 一个关系到秦国存亡的问题 摆在了他面前 长子迎前 次子迎去梁 究竟谁才能接他的班 为了找到答案 他决定绕开朝堂 走群众路线 到军营里询问老兵的意见 眼看秦宪宫有点懵 热心老兵赶忙一比一还原翻译 老三子伤了舌头 他是说这都是新任陈仓令 治君有方 这老兵夸奖的陈仓令不是别人 正是被秦宪宫故意下放到基层的营屈梁 这位少年老成的重公子 在少梁大战中 临难不惧 临危不乱 深得基层老兵的拥戴 但老士族和权贵们 与这些老兵正好相反 这批既得利益者 在权力交接的敏感时刻 就私底下开始了骚乱 带头的钟大夫杜志 拉了一个老士族红包群 群里边杜志 孟希白三族组长 张牙舞爪 鼓动老干龙当群主 而且一上来呢 就嚷嚷着让群主带头发红包 一帮人话说的义正言辞 咬牙切齿 可实际上啊 他们的小心思 干龙很清楚 紧要关头 秦国一旦乱起来 全力将重新洗牌 到时候新人进群 不仅不会发红包 还会抢老士族的红包 更可怕的是 新人一旦混上了管理员 老士族们就有可能被踢出群聊 所以呢 为了能留在群里抢红包 他们得想在前面 而这其中的要害就在于 谁来接管秦国 群主老干龙 担心在群里聊敏感话题被封群 于是呢 在发了一个严肃的表情包后 就要强行开启禁言模式 群主无端发作 学生肚致颇为不解 于是他私底下又找到老干龙 直接挑明了话题 杜志说的一身近 可老干龙不是嗯就是哦 这下可把学生弄急了 这老干龙一个劲装糊涂 可他比谁都清醒 眼下秦国贫弱 靠的是以战养战 如果长公子迎前上位 肯定继续坚持老国军路线 这样一来呢 老士族的利益就可以延续 但众公子屈梁就不一样了 他在少梁大战中立主退兵 如果他上位 有可能会改弦更张 变更路线 而既得利益者最怕的就是变革 那么问题来了 老干龙拥前倒梁 立场跟老士族红包群的群友们高度一致 可他为何在群里一言不发 为何不跟国军去提这件事呢 答案呀是时机 作为大秦最高的主政大臣 老国军还没瞪腿 他不管在公开场合 或是单独面见老国军时 是绝不能主动提起 国军见伤身重 谁来接管秦国之类的话题 否则就会被视为有二心 但唯独一种情况除外 那就是当事人老国军 自己主动挑起话题 老干龙趁机夹带私货 而他呢 确实等来了机会 于是一场有两只老狐狸 全品演技 相互试探的大戏 开始上演了 这是秦宪宫和干龙 两只老狐狸的相互试探 县公要摸清 在掌公子赢钱 重公子赢屈粮的竞争中 这个自己已重的老臣 究竟支持谁上尾 干龙要摸清 县公心里想让谁上尾 秦国未来的国军旁边 还有没有他老干龙的味儿 所以啊 这注定是一场需要交心 但又不能完全交心的对话 而一个好的对话起点 就是回忆战友情分 拉近心理距离 当年是你 朕必高呼 鼓动秦国老士族 拥戴我这个被放逐了三十年的老太子 归朝继任大位 所以啊 老伙计 你这份情我没忘 我还记得咱俩拉过钩 我们姓赢的掌权 你们姓甘的领政 一百年不许变 人算不如天算 眼看着 我就要先走了 这一声叹息 弄得老干龙有点摸不透 他赶忙下跪表忠心 军上 军上 快起来 军上若是要走 老臣自请人训 追随军上 干龙哭得眼泪没有一滴 县公也不再陪他演戏 你还挺会挑死法 当年我即位 你颁布第一道国策 就是废除人训 养鸡人口 甘龙一听自己不用死了 县公还指望他继续推行新政 心里都没坏了 军上此言 老臣心如刀绞 县公稳住了甘龙 就开始抛出了最关键的话题 我这两个儿子 哪一个更强一些 甘龙故意支支吾吾 面露男色 这县公都快受不了了 老哥 别装逼了 就放开说吧 甘龙一看目的达成 就开始夹带私货 君上啊 你听我说 公子赢钱和赢取良 两个人都是各有所长 此此细细一对比啊 还使公子钱更香 刚一勇猛很宽厚 上场打仗像虎狼 他若即位做国君 复仇为国有希望 刚才说完公子钱 再说一下赢取良 他颇具正才有谋略 可惜心智不够强 如果秦国要复仇啊 选他你得想一想 一向稳如老狗的甘龙 难得这么生情并茂 可他哪知道啊 自己早落入了老伙计的套 就在他说的来尽时 县公一秒就进入了梦乡 老秘书黑帛捡起龙头拐 递到了甘龙手上 甘龙心里骂骂咧咧 边走边回望 而就在他刚走不远时呢 县公睁开了眼 甘龙等老师族支持公子赢钱 那赢取良几位面临的挑战太大 于是呢 县公决定密照两个儿子单独觐见 并且做好全部的安排 生命的最后一刻 老父亲向儿子低下了头 县公欣慰地笑了 自己一意孤行 穷兵独武 让秦国陷入了危难 好在有这样一个让他放心的儿子 秦国或许还有希望 他决意让赢取良当储君 可在此之前呢 他必须消除一个最大的隐患 那就是此刻正赶回岳阳的公子钱 这位性格像霹雳烈火的长公子 在接到公父密照后 知道必有大事发生 于是呢 直接把马队开到了宫门之外 然后快步走向了公父的寝宫 那里满脑门渗着虚汗的县宫 也为他准备好了一场生死考验 跟威父说实话 你想不想做国君呢 赢钱没想到老父亲的话会这么直接 在犹豫片刻后 就把皮球踢回了老父亲这儿 功夫让我做 我便做 功夫不让我做 我便不做 赢钱是内鸣之人 他知道秦国贫弱 祸在内乱 他也知道 当公父问出这句话时 就说明公父已经决定了 让营屈梁来接任国君 老大呀 你说实话 妹父 有没有把你和屈梁 奉过嫡数啊 此话一出 铁骨蒸蒸的营钱痛哭流涕 他虽然是长子 却是树出 不过呀 他在刚出生不久 亲娘去世 他是由营屈梁的生母 当今王后含辛茹苦养大的 不管是母后的恩情 还是公父的倚重 他都没有比嫡出的营屈梁 矮伤半截 所以 县公很欣慰 他之所以有此一问 就是要告诉营钱 选择营屈梁做国君 并不是因为营屈梁是嫡子 而是因为一个更深层次的原因 营钱回答是营屈梁 话都说到这份上了 可县公仍不放心 他挣扎着做起身告诫营钱 即使是骨肉兄弟 也得是功心为先 你现在当着我的面 说支持你弟弟当国君 我那边一死 你弟弟又弄不过你 谁知道你会不会打他主意 那咱们家刚过去不久的四代乱政 你是不是知道的 这不也是骨肉 也是同胞 说到这里 县公的语气加重 眼神变得凌厉 营钱知道今天要是不留下点什么 估计这个门是出不去了 于是他一把抄起天月剑 留下了一根手指 县公见目的达成 就在迎前走后 遣散了早已埋伏就位的八名军士 然后又紧急召见营屈梁 我决意 立你为太子 即刻继国君之位 这营屈梁还未做好准备 功夫的临终嘱托就来了 第一 不要急于复仇 第二 善待臣下 稳定大局 不要轻易触动士族元老 第三 也是最要紧的一条 兄弟同心 不能交恶 话说完 县公就让营屈梁打开了眼前的盒子 盒子里面 躺着一根手指一封血书 上面写着 若负君帝天诛地灭 功夫 我跟大哥素来通心通德 为何让大哥如此折磨自己 曲梁啊 千万要记住 通德意 通心难 大德大解 求同就更难 历来公事内乱 哪个不是骨肉相残 迎前 他是内明之人 鸟义以重他 确是 脂肪万一 迎屈梁默默接受着功夫为他做好的一切安排 与此同时呢 又突然感到肩膀上从未如此沉重过 而秦宪公在做完他这一生最正确的决定后 就骤然崩逝 他身前留下的千疮百孔的秦国 他为大秦选择的一个历经屠治的国君 自此开启了悲壮的国家创业历程 而上位即位的迎屈梁还没踏入正式唐使 暗潮涌动的敌对势力就已经伺机而发 他将如何应对呢 这个咱们下期再聊 喜欢的朋友别忘了一波关注 点赞评论转发 你的支持是古道失去的动力